刘静尧控告刘强东京东的明事案件 周六晚间以双方达成庭外协议结束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两人在2018年明宁苏达事件中的分歧引起广泛关注 并给当事人和其家人造成严重困扰 双方同意搁置分歧庭外和解法律纠纷 以免诉讼造成进一步的痛苦和折磨 除此之外 刘女士和她的代理或律师 以及双方都不会再有其他联合声明 原本这起涉嫌性侵的明事案件 周一在明州亨内平地区法院正式听审 双方律师上周四周五临选出 七位女士 五位男士组成的12人陪审团 旁听了周五听证会的当地律师周东发介绍 刘强东和张泽天出席陪审团 临选过程 刘静尧未出席 庭外协议你要看他的用词 这是第一第二 你要看他庭外协议的时间 可以看着是这个刘静尧投降了 认输了 从这个时间来说 可以说是女方匆忙提出来的 刘静尧他是这个诉讼当中的原告 他掌握着主动权 第一 他可以要求撤案 跟对方协调一下撤案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刘强东这方是做出反应的 在最后一刻 刘强东已经从中国过来了 刘强东已经到美国来了 他已经坐在那个被告鞋上了 说明这个他还是要打的 准备好打的 那么女方没来 是不是说明他已经 那个不准备打了 或者干什么 女方甚至在 礼拜五陪审团已经选好的时候 这个 刘强东一方追着这个 这个 女方的律师问 你到底 你的证人 你的证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证人 你得要说出来 给我嘛 你怎么 你那个开庭审判以后 你得把这个名单给我嘛 他迟迟都不交出来 所以说明他们 他有点麻烦 因为这个 你想想看 礼拜五审完的时候 肯定 还没有提出来 那么如果提出来的话 肯定是在礼拜五以后 礼拜六早上这段时间 那个双方谈出来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谈的条件 这个女方的条件 肯定应该是很低很低了 不低的话 刘强东这一方 他也不接受 他打了 也打了这么多年的 为什么呢 男方女方 他还有一个 这个和解的保密协议 这个保密协议里边 应该是 不管他有多少条 但是至少有两条 一条 这个怎么个和解的数字 是绝对不能向外边公布的 OK 这个第二条 男女双方在这个和解签了以后 任何一方 不得向第三方 讲对方的坏话 或者讲什么东西 就停了 就这么 这个双方就是 中国话就是风口 双方都不讲了 肯定不会低于我犯 绝对没有五万 但是也说五万是他这个立案的这个门槛 这个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案件当中所 这个律所所花出的费用 或者是这个案件的费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案件 它大概有五六十个 我们叫做笔录口供 而且这种笔录口供一落 就是六七个小时 搞一个笔录口供 你看你要 你要准备 你要找这个场所 你要问话 这一次 没有几万块钱 你打不下来的 然后呢 你在这个五六十个上面 再加那个四个零 你就打这几个东西 你大概就要几百万了 估计 你想想看 所以这个费用会低吗 不会低的吗 那律所的话 他打了这么久了 他这个案子肯定是这个 风险代理嘛 刘敬尧不可能出钱的吧 对不对 如果刘敬尧出钱 这个案子早就结束了 刘敬尧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去打的嘛 那么这个 这是风险代理 那么律所肯定要拿点回来 律所应该意识到 我这个案子输了 我一分钱拿不回来 那么我 说不定我还得要付钱 所以我干脆 能够一个条件 能够这个和解掉 为什么不和解 能拿点钱回来不好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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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